丢掉幻想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在拆十字架的过程中 不断的有些消息放出来 说是不拆了 所以在去年两会期间 有一个天主教的政协委员 就放在明报上 说不拆十字架了 很多人就非常高兴 但是高兴的一个月都不到 更大一步拆十字架 去年四月份又开始了 现在是第二个假消息就出来了 说十字架不拆了 习近平要到美国来 所以这个不拆了 还有一些国内的因素都不拆了 其实我看到一下 最早散布这个不拆了的消息 是那个叫朱立斌的 是温州的一个 两会的一个负责人 他发了一个微信 微信上说今天上午去开会 上面领导说 不再对十字架进行移位了 移位就是 强拆的一个更好听的名词 所以很多的信徒呢 就把这个微信倒数转 意思就是说不拆了 但是他的话音没落呢 隔了两三天 绍兴的一个十字架又拆了 最近又拆了几个十字架 然后呢 总共加起来 有1500个十字架 已经比强拆了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丢掉幻想呢 一个呢 这些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呢 都是这个党的人 像刚才吴老师说的 他们都是替党服务 他配合党的工作 不断地散布一些希望后裏 让大家随后呢 会党心发现 会主动地停止暂停 所以积希望于上面 叫你们停止抗争 就麻痹的作用 另一方面呢 大家要知道 有时候强拆十字架呢 这是一个大政方针 是他的中国梦的大政方针 和宗教中国化的大政方针 里面的一个小政策而已 只要他的中国梦的政策不变 只要他的宗教中国化的政策不变 那十字架这样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知道中国梦呢 大家都知道 自尊习近平一上台 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跟这个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 不仅都提出和谐社会差不多 他就跟中国梦 其实习特色的一个理论 所以中国梦呢 意思就是说 戈塔纳带着中国人 实现中国特色的一个 敌场天国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 我们中国要强起来 然后跟那些西方的强权价值观 要作对 所以他本身就要抵制西方的 文化价值观 他认为基督教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 就代表了西方的文化 所以中国梦的提出呢 跟抵制这个基督教是非常相关的 就像他们的军方 拍在这个角量武生里 就把基督教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西方 半导中国的一个武器 而且当时那个电视片一推出来 我就发现那个画面上 居然是那个 中国的三字会的那个照片 就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通过了一亿人 而且对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 在过程严重的威胁 但是那个画面是中国的三字会的 我觉得当时非常吃惊 我说这个 一般就是家庭教会他们很防范 西方平常在之后对三字会也防范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在他的眼里 三字会也是基督教 他就防范的是基督教的一个整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又把那个三字会也当作敌人 这个情况就是特别像那个 文化大兵兵兵典 我们当快爆发的 我也是在那个 武老先生那个跟他教谈 看书的时候 刚才武老先生也讲了 就是中共对三字会也是一个利用的 利用完了把你一脚给踢走就踢走 对于刚才是建国的时候 比如说利用那个吴耀尊先生 然后出了三字会 然后容貌很多人 但是等那个 这全部巩固了之后 他就连三字会也不要 所以我记得 罗老先生有一段书里 提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在某一年的国庆晚会 文化大革命 特曜波发前的一个国庆晚会 毛泽东跟那个吴耀尊握手 握手的时候就说 现在这个形势一片大法 你们的上帝也不灵了 所以吴耀尊一听这个话 心里就发抖了 这句话 意思是三字会的历史任务 应该终结了 所以过了不久 文化大革命一爆发 那这个三字会关门了 同教局也关门了 连统战部都关门了 所以现在这个 中国门断时间是 你发现它是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极左 全面的对付西方 而且统战政策也全面的调整 就是沙昭就是陈盖元老师 写那个统战部的那个事情 那个稿子我看了一些 现在这个习近平亲自做了 这个中央统战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为什么亲自做 就是他觉得对统战不放心 他对以前 吴景涛江泽民时代的统战政策不满意 觉得你们的统战政策太软 他的这个统战政策 是可能要恢复的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 挑活力筋 挑起都森 把统战对象都要来压制你 都来斗你 你包括在台湾的话 很多清工的一些牧师 像那个赵慧的那个牧师 都要加烈 他前段时间 居然把他也都宣布为邪教 就是管你是什么统战对象 我宣布邪教 就宣布邪教 你就看到他 习近平的这个 宗教政策是非常的强硬 统战的对象他也不管了 从一个统战的这个角度可言 完全变成了一个改造基督教 镇压基督教 阉割基督教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这个三国智慧的 很多牧师被抓 最早的一个南乐的牧师 然后最近的就是那个 暴牧师浙江进华的各种的这个罪名 而且给你删除一些东西 大家觉得这个 甚至会不是党的儿子吗 是因为现在他要向那个基督教 整体的一个开战 非常类似就是文化大革命 也类似他最初的 在中国 1920年代 发动的这个非基督教运动 那个非基督教运动的 很多知识分子呢 提倡这个科学 提倡美学 反对了基督教 很多的基督教教会的学校 也都被收回了 还承认了很多的看物教 反基督教非基督教那些杂志 那个运动是非常大的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谁发起的 后来苏联解体了之后 1990年代 从苏联的一些秘密档案里 大家才发现 这个运动的背后是 共产国际远东局 和共产国际青年局主导的 基本上每天 每周都有汇报 从上海 从北京 就是共产党的小组 汇报 他们怎样 推展这个 反基督教运动 他们的目的就是 来扫清基督教 和清美的势力 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铺路 所以他一到中国 他做的运动 不是打得好分店店 他做的第一个运动 就是非基督教运动 而且搞得很成功 所以他对这个基督教 是天生的反感排斥 只不过有的时候 他宽一点 像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 那现在呢 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他就真实恢复到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味道 发动了一次小文革 这次就是 对基督教这种惨害 破坏呢 真的可以说 跟文化大革命 和伊核团运动 和非基督教运动 相提并论 载入史册 所以那我们一定要 丢掉这个幻想 我们要 持续的抗争 今天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 自从那个拆教堂 拆十字架以来 温州基督徒的一些抗争 这个抗争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非常的成规模 在整个这几年发生的人权抗争 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到现在还在持续 为了捍卫十字架 在去年的话 大家知道 拆三江大教堂的时候 那时候在地面上 就将近三万多个信徒 就持续地保卫三江大教堂 进行了一个月的奋战 白天晚上都住在教堂 白天在那讲到 晚上唱诗 各种的抗争 虽然三江大教堂最后离差了 但是他的这种 持续一个月的 几万人参与的抗争活动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而且他当时就说 金天东西 金天东西 众人那个场面 看那照片 他也是个很感动的 对 然后去年他也发了很多的 一些联合声明 一些签名 整个这个 他们发了一个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的这样的呼吁 全球的这个温州的基督徒签名 也是这个数千人的签名 还有很多的抗议 尤其我们看到 中国家庭教会的很多的牧师 也发起了签名 来深远这个 这个叫比赛的这个教堂 因为他们意识到 这是对基督教整体来的 当然有一些牧者 他看不清形式 他就说 三字教会的十字架拆了 就拆了 我们是家庭的 而实际上更加理智的一些牧师 看出来就是对基督教整体的 如果三字架拆了 那实在对基督教整体 也是个侮辱健谈 那下一步就是家庭教会 所以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 温州的一个家庭教会政府 已经说我要派工作组 三人的一个工作组 来驻扎在你们家庭教会 要给你们每周来讲这个 基督教中国话 所以它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抗争上 因为经过去年一年的这个残酷的这种 这种拆十字架 今年的话就说 大家就是觉醒了 就是基督教的抗争意识 今年以来呢 发起了很多的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呢 就是说到现在呢 引起很大的持续 比方说这个 天主教的一些牧师到 温州市政府 打那个横幅 就反对强杀十字架 这个是在温州历史上是没有的 神父就走到十字架前去抗议 而且呢就是说 发出了很多的公开信 这像是基督教协会 还有各基层的这些教会 基督教的两会机构都发出声明 有些呢就是发出声明 我要退出这个三字 包括就是前段时间 带着一个信尊到象征服啊 祷告 因为抢成了他们的教堂 然后把他抓起来判了一年 他前段时间刚放出来 一放出来他第一个声明 就是我们教会 从此脱离三字会 所以他这次强撤呢 是更多的信徒也这个觉醒了 就是必须要这个离开 不仅要离开 继续要呢 跟这个政府这个 一种抗争 今天他们还发起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这个 手举小的十字架 你把大的十字架撤了 但是我要把小的木头的十字架 要在整个宫中都铺满 所以你看到网上很多照片 就变成一个小的棍场里面 专门做那个小的十字架木头的 然后倒出来又举来举气 最近发生的好几期抢柴 这些招举十字架的过程 那些信徒都拿着小的十字架 在那唱歌 大横幅举手举十字架 因为他们有些强拆带 最后也是仓皇还桃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这个姓高的牧师 他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 还追思礼拜刚结束那些 成败上千的信徒 露穿了一个十字架的文化身 然后就在这个殡仪馆的外面 很大的广场 就是唱个十字架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然后去十字架 然后各种的抗议和口号 那个活动是非常大的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 引起很大的一个分享 他们还总结了一些方法 这种抗争是在不断的持续 你看他这个总结的方法 第一个呢 叫蜘蛛方案 就是在事前 他们要拆来教堂之后 我们就像一个蜘蛛织网一样 把在教堂的外面 我们要织好 我们把石头堆在这个教堂的门外 堆木头 把大门锁了 然后拉上条幅 第二个呢 叫密封的方案 就是对方的人已经来了 那我们就是说 所有的人过来包围着 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着 像密封那样 然后用那个话筒呢 也喊一些口号啊 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呢 政府的拆事私下 最后就变成半夜拆 因为半夜的人少了 半夜偷拆 但是现在很多的教堂呢 它是这个二十四小时 就跟密封一样守着 第三个方案呢 叫蜘蛛方案 就是对方呢 他六七百人突然来冲 冲的时候就是 每个星座都手挽手 坐在地上 就是大家 像锅牛一样不能动 你就冲不进来 这些方案呢 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效果 很多呢 也没有拆尘 现在拆了一千五百个 可能占温州的一半吧 可能还有一半 第四个方案叫韭菜方案 就是前面三个方案呢 都是实行完了之后 还是十字架 还是别人家抢拆了 投拆了 韭菜的意思就是 他们拆完了第二天 我们再输 现在他们又发起了很多的 重塑十字架的运动 你拆我再重塑 你拆我再重塑 有些教堂就 已经重塑了五六次了 所以这些抗争活动呢 目前呢 含在一个持续当中 所以这次运动呢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呢 这种公民的意识 抗争的意识 大为决心 以前基督徒 尤其三字会的基督徒 不问世事 你打我的左脸 我把右脸也伸出来 就是他曲解这个圣经的意思 其实圣经里讲的 我们除了有忍耐爱之外 我们还要追求真理 追求公义 敢于为真理我们要献身呢 要不为这个强权呢 使徒行传讲的什么 我们顺服神还不是顺服人 我们要听上帝的真理 你政府的这些强权 你违背真理 我们就是要反抗 所以这次呢 有很大的一些进步 维权的意识 去年的话就很少听见这个聘请律师 来这个捍卫教堂 捍卫十字架 连三间团都没做 但是今年呢 据我在国内的 对他们的战友 张凯律师说 他已经那个 有将近一百多个教堂的十字架 跟他们维权律师团签约 而且这一百多个十字架 直到现在 只被偷撤了一个 现在温州基督徒他们觉醒了 就是一定要采取法律的手法 跟律师签约 政府给他们压力 可以解聘律师 但是他们还是那个 非常愿意用法律的手段 还有一些措施呢 当然他们也非常希望 我们海外的人呢 进行声援 进行呼吁 而我现在在很多的微信群 他们也都希望我们 多发出声音 包括这个温州人 在北约欧洲的 去年的话 他们都没有动静 我跟他们联系过 他们都甚至排斥我们 他们觉得他们祷告 或者他们去那个 大使馆 去领事馆沟通 但是他们 经过一年 他们觉得 沟通是无效的 所以他们今天呢 他们也是 走上街头 抗议 习近平9月份来的话 我也打算去纽约 去抗议 收取十字架 纽约的很多人也是决心 所以这次呢 对基督徒呢 是一个抗争意识 公民意识的一个大决心 我相信在未来推进 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中啊 基督徒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很大的一个作用 我们海外呢 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 而且华人教会 美国白人教会 都要来 深远 基督徒的抗争 来深远中国的信仰自由 来深远 每个基督徒来 履行 川天的公义啊 行在德家 融合行在天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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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